门帘后 频道主Justin Parker Productions 养了一只黑色的猫 只有他自己和猫生活在家中 有一天频道主突然发现 自己的猫正站在必处前 并且始终盯着门帘后面 那里似乎有什么让他感到十分好奇的东西 接下来频道主打开了相机 并拍下了十分离奇的事情 他努力向了他 他几个温暖的封堡 警察是什么 几个温暖的 这里倒了 那他就会这样 我听了 看不懂 我听到一只 肚子 我听到一只 我听到一只 啊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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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he keeps going over here to it you know oh hell no see this shit is what was going on a while ago damn curtain over here moving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closet that i know of this shit is creeping me the hell out I mean I don't know what the hell it is 啊啊 no no oh hell no I'm done 门帘竟然自己拉开了 并且这个现象出现了多次 甚至在这段影片的最后 黑暗的壁橱中还扔出了一个物体 这真的吓坏了频道主 门帘是怎么被拉开的 猫咪为何被吸引住呢 独居的视频主究竟在面对着什么呢 老房子的窗户 频道主Natalie Bonavich搬出了自己的老房子 她准备将房子卖掉 因此在将房子投放到市场之前 频道主需要拍摄一支关于房子情况的视频 这一天 频道主回到了早已不再居住的老房子内 她看上去已经十分荒凉了 就在频道主回看自己拍摄的视频时 她却发现老房子的窗口后 竟然出现了一个东西 在左边的窗口处出现了一个可疑的影子 她甚至看上去像是一张脸 老房子很久都没有人居住过 她可能早已经被其他东西占据了 当然也有许多人认为 那只是镜子反射的阳光 对此你怎么看呢 夜幕下的农场 TikTok视频主Zoe Emma Bruno 与她的家人生活在一个位于乡下的农场中 最近这片农场内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在一个夜晚 其他亲人全部出门了 只剩下视频主妹妹一人待在家中 当时独自在家的小妹妹 听到院落中传来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因此还算勇敢的小女孩 承担起了保护农场的责任 她拿起手机走出房门 并且开启了录影 这位朋友们 我拍了这个视频 因为我的父母和我的妈妈 买了一件事在里面 而我的兄弟们 他们在里面 你看到了吗 一张脸出现在了柱子的后面 那个人正在偷偷的盯着小女孩 显然小女孩察觉到了 那道诡异的目光 可怜的她瞬间被吓跑了 是谁在一晚偷偷潜入了农场呢 小女孩拍到的真的是人类吗 超自然房屋 视频主Tasha D和家人住在一座老房子中 当他们搬到这里后 并没有过多久 一些奇怪的事情就开始出现了 比如某一天凌晨 视频主家中的门铃响了起来 随后她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类似于脚步声和人的细语声 然而在查看那一刻的录像时 视频主却惊讶地发现 门外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不过那时的视频主 还没有过多留意家中出现的事情 直到更多更加离谱的事情 开始闯入到她原本安宁的生活中 在这段由视频主拍下的影片中可以看到 原本温顺乖巧的狗狗忽然变得急躁不安了起来 鼠执音诶 为何容易起 Messi 你随便 鼠执音 在另一段录像中 视频主怀疑自己的狗甚至受到了直接的伤害 这只叫做贝拉的狗狗一度被卡在栏杆下 直到主人走出房间后 它才掉落在了地面上 对于这段影片可以认为 这是由于狗狗过度兴奋 不小心滑倒导致的 但是联想到视频主家中发生的其他事情后 或许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如果贝拉完全可以自己缩下去的话 她为什么等到主人出来后才掉下去呢 会不会是有什么看不到的东西在控制她呢 当然那并不是视频主家发生的全部事情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 视频主每一天早晨醒来走过厨房后 都会发现自己的烹饪书籍掉落在地面上 为了将事情的原因查清 视频主决定在厨房台子的对面放上摄像头 以下是她在当晚捕捉到的画面 视频头拍下了数级掉落的全部关键 甚至还收落到了类似于叫声的噪音 原本视频主以为书籍掉落有可能是误入的动物造成的 她完全不知所措了 随后的日子里 视频主再次拍摄到了类似的镜头 在这段影片中除了掉落的书本 甚至可以看到水杯在一瞬间内出现了晃动 而在这些活动出现之前 壁橱中飞出了一个疑似光球的物体 那么在看过以上的影片后 你是否认为视频主住在一座充满超自然事件的房屋中呢 看鞦韆的男人 在往期的影片中 曾为大家分享过频道主Forth Wall的这段影片 影片的原拍摄者在经过公园时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 一个鞦韆竟然自己摆动了起来 为了证明这并不是自己搞的恶作剧 拍摄者用另一台手机拍下了第三视角的画面 然而在这段影片中 却出现了一个多余的身影 那个身影远远的望着摇动的鞦韆 但是在拍摄者的第一视角中 却没有看到这个男人的身影 事情变得越发诡异了 鞦韆为何自己异动呢 男人又是谁 事情已经时隔了许久 近期原拍摄者的女友联系到了频道主Forth Wall 女友讲到自己的男朋友似乎受到了鬼魂的影响 于是这件事情便有了接下来的进展 人们一致认为镜头中出现的是一个鬼魂 在询问到原视频中那个公园的位置后 频道主选择前去拍摄 然而当他到达时却发现 公园已经被铁扇栏围住了 那个诡异的鞦韆也即将被拆除 不知道是否是出于超自然活动的缘故 频道主询问了住在周围的居民 随后他了解到 附近的许多人都曾见过那个鬼魂 他们说那个鬼魂属于一个中年男人 男人去世的比较早 他在生前喜欢陪伴孩子在公园中玩秋千 当男人去世后 他的妻子和孩子便搬出了小镇 那么出现在影片中的那个男人 会不会就是那个去世的父亲呢 他出现在那里 会不会是在想念自己的孩子呢 不过无法进入公园内部的频道主 也并没有轻易放弃 许多个夜晚 他都在隔着铁栏杆在远处拍摄 终于有一天 拼导主拍到了他想要的镜头 虽然在夜晚拍摄的画质比较糟糕 不过还是可以看到 不远处的一个鞦韆 似乎自己摇晃了起来 但是频道主并没有拍摄到其他的身影 原拍摄者的情况 在接受灵媒的帮助后 也开始好转了起来 时至今日 公园或许已经被拆除 关于鞦韆和男人的真相 仍旧是一个谜团 鬼玩球 某一天 TikTok视频主 Janice Ivy Galloway 正在和女儿坐在床边的地毯上 视频主看着手机 而女儿则在一边玩耍 二人都在专心于自己的事情 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刻 一个奇怪的现象 却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视频主说到 他看到那一幕时 还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声响起了敲门声 不过当视频主的女儿走过去开门时 却发现门外并没有人 视频主原本以为 这是玩具球撞击发出的声音 然而当他重新回看这段录像时 就完全推翻了自己此前的想法 玩具球还没有撞到时 叫门声就响起来了 并且仔细听的话 可以发现那是连续三下的声音 当视频主分享出 自己经历的事件后 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 他们认为 窗下藏着一个人 于是视频主发出了 另一 视频主发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